密云可塑西玩水 露营 攀岩 一路平坦不需要爬山的 精灵谷超详细攻略带给您 关注我 以备不时之需 精灵谷景区实际是个度假村 在度假村后有一条山谷 山谷一路都是溪水和潭水 大概长两公里 终点较灵泉 游水的季节特别适合白天来自露营 玩水 抓鱼 山谷攀岩也小有名气 有几处攀岩地 喜欢攀岩的游客可以来挑战 交通 京陵谷地处密云白河边 属流星路沿线景点 在京都第一铺或天门山景区旁边 自驾车很方便 从东三环三元桥出发 两个小时车程 景区入口就在流星路路边 看着不像景区大门 倒很像是住宿农家院 直接把车停在停车场 停车场不大 白天十元不限时 夜里三十元不限时 公交车不推荐 单程需三个小时 从东直门公交枢纽乘坐980块车 在密云大剧院站下车 下车往回走110米 左手边是公交车总站密云电信站 在这里乘坐密六十三路 在京都第一铺站下车 下车沿路往下走大概300米 路左手边就是京陵谷渡景区入口 门票成年人三十 大中小学生 60岁以上持老年症人士 现役军人打7折21元 只有持残疾症 离休症 6岁或1.2米以下儿童免票 北京风景年票免票 和宴就能进 景区开放时间 早8点半到下午5点半 关于宠物 泰迪丽小狗牵着可以进 稍微大点的狗 比如柴犬不行 注意景区内可能有蛇 无卫生间 没有任何补给地方 自带水和食物 露营白天不收费 这点值得肯定 过夜一个帐篷80元 不免门票 不能随便烧烤 只能在景区门口指定地点 自带食材较20元场地费 景区住宿条件很一般 普通农家的水平 平时150或160元 周末200元 忘记随时加价 游完 进了景区 从楼梯下到吊桥 从吊桥进山谷 吊桥有点破旧了 小心安全通过 过了桥 从京陵谷三个字 正式进景区 都是执行小道 上山路不要去 那是拍炎人走的路 山谷道路都是 纯元生态 景区修的路很少 感觉门票贵了 还靠门票和停车费 全地挣钱 未来会比较难 一路上都是潭水吸水 2023年731后 精灵谷水量很大 有时候吸水把路都淹了 往年未必有这么多水 鱼也多 山谷最大优点是 潭水里都有小鱼 带孩子来玩水抓鱼 确实不错 对一路上也会有这种 指示的箭台 告诉你怎么走 走到一半多路程 面前的山许多攀岩人在爬 离得远未必看得到 但能很清晰地听到他们在说话 其实在山谷中找个好地方一待 最舒服惬意 不过中午太阳晒得也挺热 走到凌泉域就快到终点了 走到凌泉域这里啊 这里的 这里是挺清的 而且这里鱼还挺多的 这儿环境还挺好 走到这儿旁边有一个卫生间 但是关了 关了以后 这儿有一条小路 从那小路进去 是往这个凌泉走 过了凌泉域是青石区 这里的小水泡中 都有鱼 用大网把向下的口衣堵 然后赶鱼 应该很好抓 从青石区向左 是去凌泉 有指示牌 从指示牌向上 需要爬一段台阶 到这里以后 凌泉是得往这边去 上面还有石桌石凳 这里休息很凉快不晒 在向上没多远 右手边就是凌泉 往上走一点 这就是凌泉 有两个小的泉眼 凌泉 这是另外一个泉眼 不知道这水能不能喝 这里就是景区开放区域的终点 从青石区域还能往山谷深处走 也有潭水 不过不知道还能去呢 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精灵谷整个游览时一到两小时 夏天白天想露营玩水 抓鱼的游客 游水的情况下推荐来 来之前一定提前查下有没有水 每吸水就不推荐了 喜欢攀岩的可以来尝试一下 需要专业人士指导下 视频就做不易希望点评关注 有用请在评论区恢复有用